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完美陷阱 原來追求完美都會墮入陷阱 有很多人不知不覺被錯誤的信念控制了 錯誤的信念不會不斷在腦海裡重複洗腦 其中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完美主義的信念 完美主義滲透在不同的圈子裡 可以用不同的句式在腦海裡慢慢把你洗進去 可能你裡面都會有這種說話跟你說話 他可能會說為什麼你又犯錯 你沒有一樣做得好 你做得很差 沒有人要看你的事 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通常圍繞著這些句子打轉的人 還有一個附大的現象 就是他們時時忽略了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還有其他附帶的焦慮想法跟著他們 去強化他們剛才那些堅固的完美主義的信念 可能他們會說追求出野有什麼不好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你不進步別人就會淘汰你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魔鬼 我相信魔鬼會很喜歡細節 會特別叫基督徒在世節上追求完美 亦都催逼別人完美 有時基督徒會相信了一些錯誤的信念 但我裡面相信有不少追求完美的信徒 傳道書七章十字節說 不要行義過份 也不要過於自拯自慰 何必自取敗亡呢 為什麼在聖經講行義會過份呢 我相信就是物極必反的原理 凡是去得太盡 反效果就會出來 我給你聖結 可能是一些基督徒心裡面暗起的說話 驕傲也都暗藏其中 耶穌說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節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呢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 降生成人的耶穌 在這裡居然拒絕承認自己的良善 不是很值得我們心思嗎 在這裡想引用靠翁的一段說話 他如何區分完美 perfection和完整 completeness 他說如果有人傾向自慰原形 作為真正的成因的話 並因此把基督看作自慰的象徵 把Christ等同self這個自慰的象徵 他就必須將下面這些說話謹記在心 他說完美、perfection和完整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 基督意象Christ's image 基近完美 至少他本來應該如此完美 反觀圓形Architecte 據目前所知 他意味著完整 但與完美相去甚遠 圓形自然而言 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尋求完美 並且在完整之中實現他的自身 而這就是一種相當不同的完全 個體亦都會力求完美 所以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 馬達哥恩五章四十八節所說 但是為求完美 人一定會受到 跟自身意圖相反的對立面所困苦 你越想追求完美 另一面不完美的另一面 就會跟你對立 所以羅馬書七章有一節說 寶羅說 我覺得有個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就是這個意思 完美是屬於上帝 如果你要學到像上帝那麼完美 其實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危險 讓自己陷入苦境 讓我們將完美留給上帝 而完全或完整 整存 這個wholeness completeness 留給人 完整 這樣可以追求生命各個層面的全面發展 是人類可以努力的方向 可惜公理主義至上的商業社會 講求專業分工 助長完美主義的追求 很多人不放過自己 將龐大的精力 光陰投注在某一件工作上 不斷完善它 犧牲了家庭 玩樂健康等等其他方面 日本的職人工藝 很注重細節的雕特 盡善盡美 文明於世 但是日本人這個民族的壓力很大 日本人非常之壓抑 我們都很清楚 成果是要付出代價的 追求完美的藝術家 要防備自己 我們不自覺跌入了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在裡面不斷追求那些很滋味的東西 只會消磨我們 抑制我們的創作力和生命力 造成生命的某個向度 不斷的精進發往 但是其他層面 卻日漸枯毀 如果我們真是渴望超越平庸的自我 我們就要聽一下榮革 對超越經驗的論述 下面有一段的說話 它說 所有超越的情況都帶有渤論的性質 渤論就是paradox 好像表面衝突矛盾的東西帶並存 因為唯有渤論paradox 才能夠充分表達他們無法被言說的本質 paradox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ll transcendental situations because it alone gives adequate expression to their indescribable nature 如果真的要追求超越的話 就要在這個paradox裡面 就是這句說話的核心 榮革心理學告訴我們 我們人裏面有很多成相成對的心理特質 是相反的 是對立的 因為圓形本身archetype 是時時都有兩極性的 有正就有反 有善良就有黑暗 有男性的特質 有女性的特質 有煉燒就有老性 有屬靈就有屬育體 有這些相反的特質在我們裏面並存 慢慢慢慢 我們就會超越和成長 整合了他們兩邊 所產生出來的 就不單止是正那邊 也不是反那邊 而是第三種特質 這就是 文革所說的超越或超驗功能 Transcendent Function 相反 如果我們只是執著其中一方 只是在這一端努力去發展 另一端的阻力 就會來搞妖我們 造成破壞 事倍功半 物極必反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不想另一端破壞我們 我們就要把兩端都用破在我們的心裏面 智慧老人和永恆少年這兩個原因 是需要彼此依附的 才可以健康地發展 一個智慧老人 Wise Old Man 如果只是為了理性踏實 秩序和節制 而犧牲了永恆少年的創意 自發性 想像力和好玩的面向 整個人格就會變得失衡 天主教會的聖母 特別強調他們 聖母是完美無尖的 Immaculate 因為他不需要通過男女之間的性行為 就印出聖子耶穌基督 如果要效法聖母 就要保守貞結 所以修女是不可以結婚的 如果有普通婦女 入得錘房 出得廳堂 至於想得睡床 就只能留在心裏面說 如果聖母在教會是完美的聖結 在榮教心理學看來說 聖母自然的人性是割裂的 是不完整的 incomplete split 不是我們平凡的婦女 所應該效法的 從榮教心理學來說 一個平凡女子要活得不平凡 要超越她的平凡 就要將屬靈和屬肉體的兩部份整全地活出來 科林多前書14章20節 寶羅指出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在惡事上要做嬰孩 在心智上總要做大人 在惡事上做嬰孩 事實被很多基督徒理解為 在邪惡事情上 基督徒要像嬰孩一樣 混惡無知 我們現在上網都會google到很多這些資料 是這樣的教導 但我看這是錯誤的解讀 一個邪惡的世代 如果一般市民對騙徒行騙的手法 一無所知 毫無防範意識 是非常之危險的 台灣愛智者書窩的鍾詠提出 自理名言 理解黑暗 深存光明 我看這是一個比較合情合理的想法 理解黑暗 深存光明 如果我們將完美拉長來看 人生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去改善自己 將這些對立面整合 這樣我們就可以慢慢來 將我們裏面不同的部分 作出整合和對話 操練性衣納著神粗的朋友 可以檢視自己心裏面的上帝 你心裏面的上帝是偏向充滿慈愛的 還是偏向公義嚴肅的 還是兩者堅而有之 我相信 神粗的作者彈丁 相信 上主在整個宇宙的運作裏面 只有兩個大原則 就是公義和仁愛 我祝願 教徒你心裏面的上帝 或者主耶穌 公義人愛兩種屬性都有 追求完美是艱辛的 有人不做而走去學做上帝 將自己搞到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這個是走錯路 我們不需要追求perfection 反而我們要學習追求完整 這條路雖然有不少挑戰 但它是充滿恩典的 晚禮福音有登山補份 有所謂八個福氣 如果我可以再加第九個福的話 我就會說 各知自己救好的人 可以放手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必得著安慰 多謝各位